在淡水清水街的传统市场过去缺乏整理 从清水街与中山路口到中正路八项这段路面坑坑洞洞 所以区公所从上个月中开始就进行整修工程 但是因为施工期间市场的摊商部分的时间无法摆摊做生意 因此区长更是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在淡水区清水街当中的传统市场 一直是许多婆婆妈妈们最重要的采买地点 也是淡水地区最老的菜市场 不过也是因为传统市场过去缺乏整理 因此从清水街与中山路口到中正路八项这段的路面 十多年来都没有整修过 而淡水区公所从上个月中开始进行整修工程 今天就可以完工 我们淡水清水街市场是淡水最早的一个传统市场 历史非常悠久 那里面的这些道路的之前坑洞非常严重 而且在排水沟的损坏也很严重 那我们在去年就已经规划完成做道路的整修 还有这些排水沟的整修 让它疏通 那经过了这个道路的修铺设 还有排水沟的整修 我们预计在4月9号就可以把这些工程完成 那4月10号一大早就可以开市 让我们这些摊商民众来进来再买菜 区长表示清水街是淡水相当重要的传统市场 过去路面以及排水沟等问题 区公所为了提供市民更好的用路品质 将清水街进行博油重新铺整工程 而另外路旁的水沟也重新虚做 但是由于虚公期间 清水街传统市场的摊商 部分时间无法摆摊做生意 因此区长更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对此附近店家都认为 路面平整让行人好走很多 差不多啦 但是问题就是说有改善 有改善就好了 应该是可以啦 排水各方面都有改善 街市场的整修 这整个道路跟水沟的修补 大概有330公尺左右 包括主要的清水街还有相关的支线 我们整个工期是在3月的3月23号开始 一直到我们4月7号 这期间还是要感谢我们这些居民的一些支持 还有摊商的支持 甚至在这两天可以配合修饰 让我们工程能够顺利完成 过去摊商反应市场里面有多处的路面破损 害得有些摊贩与菜篮族们跌倒或者是扭伤脚 区公所表示这一次工程总长度大约有380公尺 而路面重铺与测钩 共花费300多万元的工程经费 将淡水最古早的传统市场重新整理 区长表示工程在这个月9号今天就可以完工 10号明天市场就可以重新开序 也感谢市场当中的摊商过去的配合 让采买或者是店家有更好更安全的用路环境 记者许端一在学校放不到 请不吝点赞订阅